嗨,hello,大家好 嗨 是的,非常高兴能够在我们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现在真的已经变成一个公园了 任何人我们围墙拆了都可以直接从仁爱路或中小动路 248项走进来,那跟大家远距的连线 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说明的是我们的数位社会创新 那麻烦我们工作人员帮忙分享一下我的简报 我们数位社会创新的概念其实就是社会创新的基本想法 叫做众人知识,众人助之 像永续发展这样子一个是要为了后代,后一代,两代乃至于后七代 等等的这样子一个发展的方向 当然不会是只有政府或者是只有经济部门 我们的社会部门也就是想要创造社会影响力的所有的行动者们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没有这个社会部门的话 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说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 才能够动员整个社会来达成永续发展的目标 所以说呢,我们如果从这个图上面看起来 这个图相信大家可以之前都看到过嘛 是永珍设计师的一个图 但是呢,后来呢,有一个专门做乐高的朋友们 就把它改做了,叫做Who can help Taiwan 那就是在讲说当整个世界好像掉入一个深不见底的这样一个疫情的时候 台湾我们不但自己很健康的这样子走出来 而且我们行有余力还可以帮助全世界 叫做Taiwan can help 所以接下来呢,我就是用几个小故事 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在这一次的防疫的过程里面 怎么样子运用数位创新的能力去帮助全世界 那这个呢,有三个字嘛,叫做Fast, Fair and Fun 就是说社会创新的特点就是它速度非常快 非常的公平,而且非常的有趣 那快速呢,当然最快速的就是这篇互国神文啦 大家可能都看过 就是在PTT上面有一个叫做No More Pipe的这个朋友 其实我一开始跟就是国际朋友分享在WHA之前的时候 是讲成那个No More Pipe 但是我后来看了一下它秘成叫不管了啦 也就是说不再有水管的意思 所以应该是念成No More Pipe No More Pipe的这位朋友呢 他把李文亮医师的一个叫做 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D SARS的这个报告贴在了PTT上 相信大家都了解 PTT上面呢,如果他讲的有道理的话 各方的朋友们就会出来去推文 如果呢,讲的没有道理的话呢 各方的朋友就会出来虚文 那这一篇呢,就是有相当多专业的朋友去提出了他的分析 让大家知道说,这真的是看起来是有理有据 那当然后面事情大家也知道了 就是我们机关署的Medical Officer 我们的防疫医师们发现了这件事情 于是我们在隔天,就是1月1号的时候 就开始了我们防疫的旅程 比全世界大概都提早了大概十几天 那这个就叫Collective Intelligence 就是一个群众智慧 群众智慧的一个土壤在台湾 按照Civicus Monitor 这个人权团体的一个组织的报告 台湾是整个亚洲目前唯一一个 他们叫做Completely Open 就是说公民社会 它不管是在集会,结社,言论等等自由 都没有受到政府的侵犯 一个新闻记者讲的话,一个湘米讲的话,一个政委讲的话 是有一样的位置的,谁也不能够去,让谁不能讲话 那这个情况其实是我们一直致力于保持的 我们不但在刚才这个主持人有提到假讯息的防治上 没有透过好比上说下架等等的这种方式 我们在现在看到这个PTT护国神文的时候 我们之后也没有运用像封城这样子的方式 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就是因为我们还记得戒严的时候 任何会让我们想到戒严的时候的事情 我们就要想出新的方式 要达到更好的效果 但是却不需要牺牲掉这些公民社会的自由 那所以呢,我们的这些新闻工作者 我们的乡民们 透过每天每天跟我们指挥中心的 这个Daily Briefing 就是每天的记者会 基本上就是已经达到一个 就是有问必答的这个境界 那我们的指挥官也从一开始 这个回应的时候 可能还不是有点声色啊 到现在就是非常妙语如珠了 那所以呢,我想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accountability 就是给得出交代 当一个社会创新 它有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 要怎么样子让全台湾的人知道呢 就是需要透过这样子 不断地给出交代的过程 让大家不但能够稍微学一些防疫的知识 而且还可以顺便学一些 性别主流化的知识 好比像说 大家都知道的粉红口罩事件 就有人打1922告诉CCC说 这个我邻居啊 还是旁边啊 有位小孩不愿意上学 因为他是男孩子 带口罩怕被笑 那隔天CCC所有人戴上粉红色口罩 许多的小编都把他们的头像换成粉红色 忽然之间粉红色就变成最夯的颜色 而且当然我们在实名制的时候 是不能选颜色的 可是后来很多人都是 特别要挑粉红色的来戴 那就是像这样子的一种社会创新 它不是由上而下的 当然不是指挥中心命令大家 说不能歧视戴粉红色口罩的人 不是这样 而是透过以身作则的方式 去empower 一开始想出这个想法的人 这样子快速的empowerment 就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社会创新的基础 那empower这个字很难翻译 所以我现在都翻成增幅 就是说把你的想法 扩大你的影响力的幅度 影响力的扩增就叫做增幅 那第二个社会创新 在台湾的一个特色 就是它的公平性 公平性的特色就是说 在台湾 其实我们有一个很悠久的传统 就是当你刷金融卡或 就是信用卡的时候 你是在一个市场的一个世界里面 但是当你刷健保卡的时候 你就进入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里面 也就是说 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健康权上面是平等的 那所以在这件事情 就是口罩的分配上面 当然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 口罩地图的成立 但是大家不一定知道的是 口罩地图的这个想法 吴展伟这位朋友 在台南做出口罩地图 一路到我们这个口罩实名制 顺利的上限2.0等等 我跟他从来没有见过面 也没有视讯过 他在台南也没有上过台北 也没有跟任何政府方面讲过话 他就是在那边 把他的这个做法做出来 提出来给全台湾知道 大家觉得是一个好主意 我拿这个主意去跟院长讲 院长说好 那我们就尽一切的资源 健保署的同仁要负责 让他不用在这个欠Google 60万元 一瞬之间 我们完全没有听过的人 就冒出来了 一开始我只知道说 吴展伟 江明宗 两位台南的工作者 要做这个地图 他们各有一个地图 那但是呢 当我们即将要上线的时候 忽然之间冒出了一个叫Frank的人 我从来没有遇过他 然后他说 我们正在做一个LINE的 这个聊天机器人 可不可以也取用你们的开放资料 那我想说这开放资料 当然可以 我就详细跟他解释 然后他就去用了 结果他上线 比吴展伟还要快 这个就是机管家 HTC DeepQ的团队 那HTC DeepQ的团队 理论上他就在 健保署隔壁 机关署 那但是事实上 透过这样开放式创新 他们并不是以官员的身份 也不是以工部门的厂商的身份 而是就是一个乡名的身份 然后到我们的聊天室频道上面 来开发这样子的软体 我们如果还要采购的话 那当然一下子 不可能有100多个不同的工具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 是民间开出规格 我们尽可能去满足 所以一下子百花齐放 有视障的朋友们 也可以透过语音助理 等等的方式 包含LINE的对话机器人 等等的方式 来了解 最近的料局在哪里 他去那边刷一下 就会看到他的数字 减9 或如果是小孩的话 减10 那这个就是一个分散式的账本 如果你等了三分钟 发现他不是减9减10 而是加了9加了10 你马上就要打1922了 那或者1918口罩专线 Anyway 那这个呢 就发现说 其实传统上面 公部门有所有的资料 可是这次不是啊 是要是分享出 他们及时的资料 所以公部门看到的时间 跟民间看到的时间 是完全一样的 因此就会有民间的朋友 出现像这样子的口罩 仪表板 他随时告诉我们说 你看这个曲线的上升 他刚好就是我们从这个三片到两周九片的这个时候 所以呢 当有供给上升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看到国家没有扣留什么口罩 大家都看到供给及时的上升 某些特定的偏乡 或者是特定的行政区域 如果有就是供给太多 供给太少 这个仪表板也及时的反映出来 这并不是我们的厂商 相反我们有点像他的厂商 因为他一旦指出我们做的不好的 我们马上一周之内就要调整这个配送的方法 所以由民间社会来设定方向 来给予向量 由工部门来给予他能量 我觉得这个加在一起就是增幅 会照顾到所有人的方法 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个四大超商 在这是第一轮 就是在市营运的时候 他们分别推出 大人美买一送一中日拿买一送一天然水六元兑换 捐跟纯品美食买一送一的活动 来帮忙我们去进行 口罩2.0到后来3.0的一个配送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有这样子的政策呢 就是因为这个口罩仪表板 他透过数据分析 告诉我们说 总是有那么一群朋友 我记得当时是双北跟新竹的某些特定的行政区 你一看就知道就是爆肝的那些地方 不管他做的是金融 还是工程 还是等等的工作 这些朋友下班的时候 钥匙都已经下班了 这些朋友上班的时候 钥匙还没上班 所以意思就是 你绝对在钥区 买不到口罩 那这些朋友有些也没有跟家人一起住 也没有办法把健保卡请家人带拿 所以我们当时的口罩的可及率 就一直是在大概七成多 一直上不去 就是少这群朋友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说 要把儿子控制住 要把就是基本传播率控制住 其实这个最后 这个这两成多的这个破口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为了要让这些工作时间 特别长的朋友 也拿到口罩 我们就必须要跟24小时营业的朋友们合作 所以这里就可以看到社会部门设定方向 公共门提供能量之后 经济部门就来了 经济部门它提供诱因 让大家更愿意用这种24小时方式 去取用公共服务 可是它所执行的方式 还是社会部门所指引的方向 我觉得这个是颠覆了传统的PPP 就是所谓公共门先想出一个做法 民间只是实践它 等等的这个做法 这才真的是公民协力的一个关系 这个也才可以确保说 最大程度的 它照顾到所有人的这种平等的权利 那最后一部分 当然就是大家都已经知道 就是所谓的乐趣优先 那或者是说谜音辟谣 或者在英文说humor over rumor 或者humor versus rumor 像有各种各样的讲法 简单来讲 就是说谣言之所以会传播 就是因为它的基本传播数大于一 现在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了 那所以呢 我们如果要让它基本传播数小于一 我们并不是说去把它下架 因为把它下架的话 只要它的R值还高 那这样的话 就算你把一个地方隔离起来了 它在别的地方冒出来 还是会在线上的社区 有社区传播啊 所以说我们要确保的事情 其实就是说 大家有一个免疫的一个疫苗 我们要研发出一个疫苗来 就像我们现在正在研发 那肺炎的疫苗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这里就是一个疫苗 就是这个我们只有一粒卡层 那这个疫苗呢 它的作用就是说 当你看到的这个院长的背面 刚刚看到您看到它的正面嘛 背面之后 你就会记得中间这个 才是这个疫苗的这个就是内容 外面的这个是疫苗的包装 确保说你会记住它 它的内容就是说 卫生纸是南美的材料 那医用口罩是台湾的材料 所以我们就算每天从200万份 变成2000万份口罩 那么卫生纸也绝对不会缺货 我如果只是讲这句话的话 那没有人会传播的 但是因为它现在用了一个 这个我不知道哪个牌子的卫生纸 的这样子一个外包装 所以大家都忍不住要看 按分享 因为实在太好笑了 所以这个谣言 就本来这个什么囤货啊什么 就在一两天之内就不见了 所以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说 让真实传播的比谣言快 那怎么做 就是要靠民营 但是这个民营不是只有空有其表 它里面还是要一个 你记住之后 就会帮你抵抗这个谣言的病毒 的这样子一个做法 那当然总裁也扮演了 非常好的一个角色 我们知道在每个部会 都有一些开放政府联络人 就是让会炒的朋友 不是有糖吃 是进厨房一起炒糖吃 卫福部的开放政府联络人的家里 就有这样子一只狗 所以不像海巡署 要付Shutterstock这些图库很多钱 他只要回家拍照 就有新的素材可以运用 所以每一次这个指挥官的记者会之后 那我们这一位 卫福部的开放政府联络人 就回去拍他家狗狗的照片 然后就可以看到 严禁吃手手 要肥皂勤洗手 以及在室内要有 就是三只总裁的长度 以及室外要有两只总裁的长度等等 那因为总裁实在是老少嫌疑 所以这样子的一些基本的科学知识啊 等等的传播率 就高过了我们所谓 才揣测的传播率 同样的这个就是 所谓乐趣优先 迷音辟谣 这样一个道理 那最后就是在我们的外交上 大家可能都知道 我们在WHA前几天 在台湾的卫福部的会议室里面 自己做了这样子一个 会前的小型多边会议 那这个十四国的朋友们 都是卫生官员们来 他们当然惊叹于台湾的防疫的成绩 也惊叹于台湾的 这个视讯的画质的清晰度啊 比WHA要好不少 那但是更重要的是 他们都发现说 台湾模式里面有很多 他们具体可以学习的东西 这个就是 台湾Can't Help.us 最有趣的就是 这个网站 压根就不是政府做的 这完全就是民间一群 集资的朋友们 阿迪啊 勇真啊 等等啊 志祺啊 他们自己去弄了这个网站 我们只是提供这个网站 所需要的素材跟资料 放在这个网站上 包含 陈建仁 前副总统的防疫统治课 一开始两万人选修 我也是其中之一 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 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众人知识 众人助之 社会创新 不管是在外交 内政 防疫上面 社会部门才是主体 我们全力支持 绝不主打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到线上 已经有一些朋友 已经有提一些问题 那我是不是应该要 这个随便挑个两题 好像不能随便 好像是要人气高的两题 好 这个刚刚我们同仁有给我 有一个人气很高的一个题目 是说 我是一名高中生 而我想参与社会创新 你可以怎么做 那首先恭喜你 因为你的年纪比较轻 所以你比较不受 这个旧有的思考方式的 一个影响 你觉得该怎么做 你就怎么做 你来指导方向 我们来帮助你 好比像说 之前有一位朋友叫做 他的网名叫做 我爱大象 大象爱我 OK 那他在一个叫做 Join的平台 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 发起了一个联署 叫做 逐步的去禁用 一次性的 好比像说 塑胶吸管 等等的免洗餐局 这是一个非常有道理的 一个倡议 那他在这个 很多网络社群 包含不塑之客 塑胶的塑 等等的这个 推破助澜之下 一瞬之间 这位这个 我爱大象大象爱我 就获得了超过5000个联署 那当时呢 因为他超过这个联署 之后呢 我们每个月 开放政府联络人们 包含卫福部的那位 总差的主人 总之就会投票 那这个投票呢 在当年投票的时候呢 这个大家都觉得 必须要认真以对 因为一瞬间 就有5000多个人 倡议这个联署 他必定是一个 很厉害的倡议家 说不定是一个 环团的大佬 等等 那但是呢 我们真正到协作会 去见到这位提案人的时候 这位他就是16岁 一个高中生 那他的真名 现在可以讲了 叫做王逊如 那他就说 我会提出这个倡议 当然是因为我 关心我们的环境啊 而且我觉得说 塑胶吸管有 怎么怎么样的问题 讲得非常有道理 但是呢 我就很好奇 就问他说 那请问你 为什么一开始 会选我们的 公共证损网路参与平台 来提出这个联署的倡议呢 他就说 这是我们公民课的作业 我们的公民老师 就是邀请我们这些高中生 去挑有这个 传播力的这个题目 去提出倡议 那我觉得这个公民老师 实在是太棒了 而且在那次协作会里面 我们也真的去请了 免洗餐具的制作者来 那这些常常都 现在都已经 可能60岁左右了 他们当时 投入这个工作的时候 其实也是抱持着 对社会有贡献 有正面的社会影响力 因为当时 B型肝炎相当的流行 所以一次性的餐具 其实也是防疫的一个部分 但是当然现在B型肝已经有解药了 我们也不那么需要塑胶吸管了 所以他们就坐下来 然后问说 有没有一些材质 你用设计的时候 就可以不需要吸管的 纵使你需要吸管 可不可以去用 零碳排的 零废气的 自然分解的 甚至负碳排的 固碳的等等的方式来制作 这个16岁的这个朋友听了就说 那这个我有很多可以帮忙的地方 所以双方就跨世代的结成了最好的这个盟友 因为大家就发现说 你乍看之下 他正在破坏环境 但是事实上 在当年 他们是要照顾公共卫生 大家都是为了永续发展 为了整个社会好 之前只是没有这样子一个机会 坐下来大家彼此谈一谈 所以我想不是一开始选边站 而是选每一边站 take all the sides 这个在年纪比较大的朋友 比较困难 因为他可能之前成长的过程里 他已经有所认同 但是如果你是才十几岁的话 你比较能够像我一样 选每一边站 你只要能够选每一边站 你的倡议就可以得到多助 当然我们现在就发现说 他的倡议可以说在台湾已经实现了 那我们看到第二个 第二个是说 网路上面的所谓的带风向 所谓的假消息 充斥 那请问民众要怎么样子因应 当然你可以去采用这个社会部门的一个东西 叫做 叫做台湾fact check center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那个就是很多新闻学专业的朋友们 在一个国际上面的倡议 叫做international fact checking network 国际事实查核网络里面 那他就是一个完全是中立的 没有党派的 靠小额捐款的 你也可以考虑一下捐给他们 等等的这种方式去确保说当一个新的这样子一个带风向出来的时候 好比像说我还记得在之前选前就有一个风向说香港的那些年轻人们是收了很多的钱去谋杀警察什么之类之类 那他还用了一个看起来很有争议性的图片 但那个图片是路透社拍的 本来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他只是说有年轻人参与这个反送中的这个活动而已 那但是呢 到底是为什么有朋友带这个风向呢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就去进行追溯 他就追到了源头 源头就是中央政法委长安建这个微博的账号 那这个微博账号我们都知道中央政法委是PRC的就是围观喉舌的这样子一个微博账号 那这个微博账号为什么他要就是对路透社进行一个倒途的动作 我也不是很理解 但是无论如何 他就是把他的图片拿了过来 然后加上了一个完全是错误的蓄意的制造 分乱的这样一个标题 而且很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还主要不是在香港流传 而是跑到台湾去流传了 那所以当有人指出这个之后 当然这个台湾视察核中心的朋友的这个视察核报告 他就可以变成你在社交媒体上面看到的时候 他底下就说这个这个假讯息由中央政法委独家赞助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看的时候就比较会有这个免疫力 有这个免疫力之后就像有抗体一样 你在看到类似的东西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容易被就是他迷惑 那所以不只是社会部门像这个视察核中心 其实我们也有经济部门的朋友 话比像说趋势科技是台湾的一个防毒软体公司 他们有研发一款叫做防诈达人 也是一只可爱的狗狗啊 我不知道他跟总裁哪一个可爱了 大家自己判断 你可以把这个line呢 加他朋友 他不只是有这个假讯息查核的功能 他也有反诈骗的功能 就是165啊等等的那个功能 他也可以去扫描这个影音啊等等 其他就是一个防毒软体 所以如果你透过防诈达人的话 你不但可以去接取到台湾市市查核中心的工作 你也同时可以去少掉很多电话诈骗啊等等这些 所以如果你的这个长辈的朋友们觉得说 好比像说像美玉仪啊真的假的啊等等 这些他觉得说这个可信度啊公信力啊还有待建立的话 那不妨推荐他们运用趋势科技经济部门的这个专业的产品 好那以上就是这两个问题 那应该是差不多 那希望大家继续关注这个直播 那稍等一下 我们接下来有更多更好的永续创新的讲者